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用包菜做好吃的 一颗包菜,洗净之后晾干水分 然后把根部切掉 再把它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把它放在大一点的盆中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些辣椒 辣椒洗净之后也要晾干水分 然后把辣椒纸去掉 大头朝下,把纸全部倒出来 然后再把它切成细丝 荷包菜放在一起备用 一把大蒜洗净之后晾干水分 用铁砂掌把它拍成蒜末 一块生姜切成细丝 一把小葱切成葱段 全部都放在盆中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根胡萝卜 洗净之后擦成细丝 然后依据个人的口味 加入适量的盐 用手抓拌均匀 腌制一个小时 把包菜腌制变软出水的状态 像这样就可以了 腌制的水分不需要到处来留在里面 然后我们再依据个人的口味 加入适量的辣椒面 用手抓拌均匀 然后装在一个无水无油的保鲜盒中 用手压紧实 把汁水也倒在里面 盖上盖子 放进冰箱密封冷藏 腌制入味之后就可以开吃了 别看包菜的这个做法简单 它的口感却是相当的美味 非常的下饭 如果您喜欢也试试做吧 我是橘子姐 每天分享懒人版质谱